大家好,今天要介紹釋法室周邊 由於有些門派影片太長 所以我分為三部分 主線、周邊、夥伴 到時我會整理在說明欄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左邊是我們的休息室 裡面有一個師兄叫釋曼 他是我們主要的貢獻來源 每天可以找他接打掃任務 掃完獲得125貢獻 回報任務獲得一罐 再來是我們的大師兄 先送禮到好趕滿 此時會觸發念珠的任務 念珠在塔林這邊 給他獲得250貢獻 再來跟他接城中任務 我們先去左下角 城中每天錨石可以敲 連續敲10天就完成了 每敲一次都可以獲得貢獻跟臂力經驗 敲10天後圍報任務 會獲得一盆多心金 再來找練功的二師兄 一樣送禮送到滿 不拒 這邊點獲医會給你掌獲張的秘籍讓人選 我這邊是懸掌 當你羅漢拳練到八成時 會給你進階秘籍葡提掌 再管 跟二師兄切 Kolleg 60根 贏了会给一本大力金刚掌 二师兄这边三十好感小叫任务完成 就可以闯罗汉阵 打过以后就可以进罗汉坛闯关 罗汉坛总共天地玄黄四个级别 打赢玄之后就可以进藏金阁三楼了 再来介绍华岩 兽艺会给一本金钟罩 满佛法西石会再给一本横练金身 要进藏金阁前 要先把掌门给的四门戒律读完 且门派好感要到达信赖 由于我是书家弟子 每次进去都会消耗一百点贡献 书家地址就不用 这边每一层都有书可以拿 建议带伙伴一起读 可以一起增加属性 在二楼这里的书柜有两本秘籍可以拿 当你光找几次 旁边的师兄会给你一本金刚祥魔祖 再多找几次会获得班落长 我自己是找了半个小时以上 超耗时间 当你读到佛法五百左右会触发增结局 一代高增 要记得多存党 读完大日如来经 就会获得绝招 齐佛灭碎真言 跟内宫大日如来经 要记得先读完繁文解释 在休息室外面有个商人 有卖食材、斧头、吊竿 再往右走是厨房 这里的田每天都有菜可以拿 厨房里面每天有三个香菇包可以拿 至于我们三师兄的介绍 放在四法式主线那步 因为跟主线联动比较高 在四法式建议 烹饪食物可以练满 练之前可以先去大量承解屠夫的任务 他有一个饰品家烹调经验 这个我会另外做一集给大家讲解 当你佛法四百以上 旋掌跟长兵都到达五十以上 就可以来打十杯 四个十杯都打赢后 获得如来神掌跟达摩战宝 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我是健龙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